今天跟大家说什么呢 不知道韩国期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段期间看很多电视剧集 大家知道2020年大家留在家里时间最长 在晚上最多时间的我们应该去花时间上 在学习或者看电视 我们去享受这个电视剧集 看中、港、台、韩、日、西片 看不少了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因为想分享一些比较精彩的合家欢时间的韩片 为什么呢 最重要是因为我频道讲的讲广东话 刚刚这段时间找到很多韩片是配音的 加上也知道香港的电视台也有竞争 翻了做广东话的韩剧也不少 尤其是几出也挺好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出一定要看的就是 德鲁立这出值得看的合家欢 为什么呢第一件事就是说说神神乖乖的爱情 最重要是这个故事流传得来 开心的 第二 这个故事里面那个男女主角有英俊、美女 用的东西 呼类台话 开心 合家欢最好 为什么呢 如果这些小朋友有些十几岁喜欢韩 K-pop那些呢 这出戏值得看的 因为那个女主角呢 是非常出名的 男主角都不错的 这个开心分享 第二个呢 就想分享什么呢 如果你们是 有些 家庭问题的就不要看了 不过这个故事是挺精彩的 叫做 夫妻世界 夫妻世界 这出戏呢 挺精彩的故事 原来得来 又好鬼死鬼避的 就是吊鬼下的 不过呢 如果你们 看的朋友是有些家庭问题就不要看了 故事精彩 不过呢 不适合那些 有 婚姻问题的朋友看 会加重你的负担 不许出来是好看的 那另一出呢 就是www 这个 重点词 如果喜欢网上世界 喜欢Google找东西看的朋友呢 就是在Google上面 或者在网络世界上面 打发时间 这出戏有挺有看法性的 和故事 精彩的 加上近期的香港情况 这出戏呢 即是退到香港的环境 有一番滋味的 而且这个故事都 流昌的 和那个男女主角都挺精彩的 值得分享一下 我又给了一些资料 你看一下 那个剧照 最重要的这出戏呢 都有 广东版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OK 好不好 十五月的频道 我希望呢 未来几次都分享一下 那些 电视上的 精彩的剧奏 OK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